忙碌的生活 多变的局势 掌握决策现场 轻松聊天下大事 我是天涯杂志总编辑陈一山 带您加入《决策者听天下》 大家好 我是天涯杂志总编辑陈一山 欢迎收听《决策者听天下》第67集的节目 为您导读最新一期的供应故事 供应链3.0首部曲 台商东征 美国拓荒实路 在中美党国竞争的这个态势之下 这个如今在美国喊出经济就是国家安全 让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高举保护主义 供应链也进入了第三点零的时代 台湾企业到美国投资 设厂已经变成了新的闲学 今天在现场是邀请到了 是天涯杂志的真的是好朋友 是严华科技的董事何春胜 春胜要不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你好 我是春胜 大家好 很高兴又有机会来到天下的这个podcast 太好了 春胜我一直 为什么这次会邀请您 我来解释一下 其实我一直记得春胜应该是四年前 曾经跟我讲过 那时候我记得是一个早餐会 我记得那句话我超清楚 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 因为他在惠普工作 那他的国际化呢是提着一个皮箱走天下 他国际化讲的语文是英文 但曾经何时呢 过去30年台湾最长出路的地点 叫做国际化叫做大陆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呢 那大家以为国际化就是讲中文 然后管的就是中文为主的这个工厂 他那时候就跟我说 其实国际化要讲英文 日文 德文 西班牙文 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常态 在他在2018年也就是四年前 其实就跟我预言说 这时代又要来了 所以我一直一直记得这一句话 那另外我也知道 因为我跟春胜长期都有保持联络 我就记得他每次都跟我说 我又要去参加SelectUSA 所以春胜一共参加了三次的 美国投资团对吗 是 OK 所以分别是18年190跟2022年 对 所以 对我觉得真的太有意思 所以我这个题目我在想 我要邀什么样的好朋友来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就是 一定要约春胜来 因为他可以见谷知今 不管这个话度很大 所以我想 第一个问题就很想请问春胜 春胜应该都读过我们的文章了 我就好奇想问一下说 我们讲的供应链3.0 其实大家常常1.0 2.0 每次就各种各种各样的名词 但我想问问看您对于这个 我们的定义您认不认同呢 我基本上是同意的 只是1.0你讲的就是这个 美苏冷战时期 那在2.0其实是从柏林尾桥 倒下1989年 开始大量的劳动力进入了这个市场 所以美国开始把工厂 外移到这个人口最多的地方 这个廉价的生产基地 所以当然中国成为一个世界的工厂 那尤其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 它的GDP快速的成长 那事实上就是短短的12、3年的时间 美国已经感受到压力了 其实喊这个back to US 是从这个欧巴马的时代就开始了 那当然川普当选又更提出更具体的back to USA 那看起来拜登上来以后又延续了这个政策 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个3.0的时代 我认为3.0是还在evolving 对 我也认同 还在演化当中 那我倒不认为这个全球化就此终止 我认为基本上这个一个地球村 大家分工合作 各自发挥自己的专场 大家才有办法进步 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都不一样 所以未来3.0我认为会有两个集团 一个就是自由民主联盟的集团 另外一个就是专注独裁的这个集团 那各自抱团 各自全球化 所以基本上3.0应该是一个 两个全球化 两个全球化在对抗 那当然对台湾来讲 我们要选择哪一个对是我们的抉择 那我一直跟这个企业界的朋友讲 就是说我们在企业界打拼 但其实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最后还是要照顾 这个国家的老百姓的生活 我们还是要问老百姓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我们要过自由民主的日子 还是我们要过着 这个大家报纸上每天看到的 这种中国大陆现在的这种状况 所以基本上我认同 你们这个定义 但是您觉得解放和中局可能会 目前我们其实没有提出一个中局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在记录 这个involving的过程 事实上就像您刚才讲的 其实我觉得真的觉得美国投资 投资美国这件事情 真的现在变成显学 我们这次因为这个题目 事实上准备了四五个月 然后在其实我们同仁去的快要一个月 但是在前面其实已经采访了很多 在台湾的时候采访很多借助 每个人都说最近都在想这个事情 可不可以谈谈您觉得 为什么他变显学 我觉得如果你问我说 在2000年的时候 哪一个上市贵公司 包括全球 美国 欧洲 台湾 如果哪一家公司CEO 没有做一个中国政策 这CEO可能会被fire掉 就是因为那时候的显学是中国 可是到了2018年 大家还在观望 可是到2020年 这中间经过了这个中美贸易战争 疫情 然后这个乌尔战争 然后到这个气候变迁 这四个大的因素 所以现在如果企业没有这个东进的政策 那你这CEO可能就是会误判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对一个台湾 我们的这个经济体其实很小 8000亿美金 我们的贸易 从2000年开始 到目前每一年 我们的外销加内销 除以GDP都大100% 我们是一个仰赖贸易的国家 而且我们的输出是大于输入的 大概有15%的这个 所以对台湾来讲 我们应该要开拓全球的市场 而不应该被锁进一个区域的市场 所以我一直认为台湾的未来在全球化 虽然全球化是很困难 要讲英文 要讲德文 对我们的年轻的小朋友来讲 是一个挑战 对台湾也是个挑战 但是这是我们必要走的一条路 这些叫辛苦的路 那从你们这一期的报道 我看到很多人已经 刚刚提到东洋 东洋的那个吴永茂 是我们很好的朋友 他26天就到美国 他跟我讲他在中国有设厂 他在欧洲也有设厂 哪里有汽车厂 他就跟当地的汽车厂去合之 东洋是一个传统的产业 但是他也全球化 那一直到了看最近 我看台打里面报道台打 我是非常佩服郑聪华先生 他的格局跟眼光 他在美国有九个研发中心 我刚好在7月份 跟他们美国的总经理黄艳文 这次也有采访 我一起参加了SLED USA的活动 我们也聊一下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台打 在整个全球布局上面 是非常的深 谈到我们公司研华 其实研华从1987年 我们就开始在美国布点 所以美国现在是我们研华 最大的营收的市场 对 然后利润是最好 所以你如果问我说 台湾企业应该要布局 在美国 其实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不是中国 第二个 如果从GDP的比例 你就可以看到 它占了25% 中国才15% 第二个就是说 美国的市场的利润 事实上是比其他地方好 第三个 我觉得美国跟台湾 在产业上有互补的作用 因为美国厉害的是软体 创新高科技 那台湾刚好是跟他们互补 不会有竞争 所以我们到美国去布局 是非常理所当然的 所以这个只是 我认为 This is just only the beginning 这只是一切只是开始 所有想要 台湾的企业想要永续 永续不是只有谈气候 永续要谈到你全球的布局 所以台湾企业如果要永续 你一定要开始去思考 全球的布局 也不一定只有美国 日本呢 德国呢 法国呢 这全球都是我们的市场 那当然中国过去 我们已经着力着目很深 对 那可是各位都看到一些报导 就是很多人开始要转进 转到东南亚 甚至撤回台湾 那这是因为被人为的改变 我认为是很遗憾 也是很可惜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不能再等 我觉得我们不能再等 说这个人说不定会改变 我觉得这个梦醒时分已经到了 了解 要思考这个事情 刚刚言华科技的董事何春胜 点出了供应链3.0 在不同的时代 有什么样不同的变化 也点出了美国为什么 变成一个投资的显学 在完整版的节目里面 春胜他继续分享了 他在过去好多年 已经三次参加的美国招商 他观察到美国工业区 还有很多供应链政策 还有美国社会的一些变化 如果说您面对这个抉择 到底要怎么样来思考呢 还有当你在美国的时候 供应链东缺西缺 你要怎么办呢 你在美国要做怎么管理呢 如果今天老板问你 要去美国要不要外派 你又要怎么样做决策呢 在完整版的节目里面 我们都会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想法 从这期节目开始 决策的天天下 会成为订户专属的节目 只要订阅天下群阅读 就能够完整地收听 阅读我们的报道 国际管理是台湾的一门新的功课 未来一年我们会以系列的报导 报导台商变成全球型企业 台湾的年轻人 工程师 经营者 总向国际的干苦 其实从年初的乌克兰 欧洲 美国 日本 今年以来 天下已经派出了十多位记者 好几次 全球跑透透 真相并不廉价 欢迎您用实际的行动 来支持我们 请你点击下方的资讯栏 做订阅 我是陈一山 下次决策的天天下的更新时间 是12月1号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谢谢您对天下杂志的支持 拜拜